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很久了 我记得原来我传给你看的那条链链 在Facebook时message给你那条链链 都成几年前了 是的 有一部经叫做华严经 华严经其实是一部 其实它分开九大本的 九个卷 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明白的 当然我也都可以告诉你 其实在佛学的角度来说 有些人就不买华严经的 有些人就买华严经的 就看你哪个门派 佛学里面差不多部部经都一定会提一个问题 提一个现象就是 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 嗯嗯 是 七重天 八重罗网 还是不知怎样 其实已经讲了给你听 某程度上佛学的那个宇宙观 嗯嗯 是很多东西的 简单说 是 这些可以稍后慢慢再讲了 OK 那我就会去研究理解就说 咦 佛学这样看来它不单止是讲的 就是有很多人经常都讲 宗教就是导人向善 嗯嗯嗯 但是我会看其实佛教不是真的导人向善那么简单 嗯嗯 它里面是有甚至没有讲给你听一些 就是 知识上高的 知识上面 或者是在看宇宙的层面 嗯嗯 OK 它们的 就是你可以说是佛学的理解是怎样的 嗯嗯 在释迦牟尼的地方 即是附近 即是讲是妙音菩萨 OK 就会出现百万四千个莲花座出现 嗯嗯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些菩萨像啊 那下面就有一些莲花托 没错 这样的 OK 那有人就问 即是它一坐在这就出现莲花托 那究竟是什么来呢 OK 那你可以用一些幻想可以想到一些东西的 OK 嗯嗯 一坐在这就出现 有莲花托 是 那现在这个莲花的托呢 那个座呢 即是它有黄金径 甚至有白银叶 有鑽石花托 哇 即是总之呢 很漂亮的意思 有金 又白 又鑫石 根据那时候形容就是飞碟 其实是呀 即是你从一个角度看 它当时可以形容到的就是莲花盆 嗯 是 即是一个碟形的东西 然后有一块块的灰 是的 一块块出来 即是会不会它一做meditation 就反了一堆的UFO就出现了 嗯 即是我的想法 又银石 是的 鑽石就是反光 是的 鑽石就反光 是的 那种感觉 似是 似是 一堆UFO出现 不可以这样演绎 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就上mj13show.com 以100元3个月订阅节目重温 那边有些消费的原因 还还有一分一点 到arla